高雄淹大水的第一时间 黄杰没有现身 那他大概拖了一天多 他才发文 那发文之后又发生了 这个有道徒争议 可是黄杰呢 还是情发脸书了 他说我今天呢 也把选区巡视一遍 有住户大哥跟我说 你陪我们住户到半夜三点 让大家手都淤青了 我就说 怎么了还好吗 大哥就回我 因为大家都在替你 拍手鼓掌你很认真 他说感谢大家的鼓励 这是高雄人最温暖的写照 那可是黄杰我们看到 他在这个半夜 他都不睡觉 他又一直在po文 在这个昨天 今天凌晨12点半的时候 他说在PTT上出现了这一则 就是黄杰的脸书 拥有大批越南人越南帐号 不但会道徒还会一试 买网军吗 好那这个 黄杰就说这其实都是水军进攻留言来骂我 现在突然改反串 用越南帐号刷留言称赞我 再马上上PTT去爆卦想要带风向 想打我买网军自吹自擂 他说我不会干这种无聊事 他说明天会有蓝银跟统梅跟着操作 再对我发动一次攻击 好那当然他就骂说 这样的手法很粗糙很老派 好可是到了凌晨2点18分 黄杰又留言 他说这些越南帐号还没停 还在刷留言诡异到不行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黄杰也说没关系 老家嘉义民众来私讯他 说不是英雄 是不会被评论的 这代表你的重要性 那刚刚讲到黄杰 其实雨萱呢 也已经酸了一轮了 只是我们看到了 像是这个媒体人罗旺哲也说 他觉得因为刚刚 亮哥有特别提到 就是赖清德到了高雄 黄杰不在 其他的这些立委们都在 只缺他一个人 其实这非常伤 那罗旺哲是说 完全没有同党的同志议员 跟他一起勘斋 感觉连他们都想跟黄杰切割 不是啊 你半夜三点十分 现在谁陪你去看灾啊 人家早要看完了 吃饱太咸哦 而且那些议员 我跟你讲 为什么没有 因为议员是在做时事嘛 就是说这些议员 不分蓝绿啦 他们在第一时间 我跟各位保证 从淹水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也就是黄杰出国当英雄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在弄了 是他们做时事嘛 他们早就已经在 处理这些事情了啊 那为什么我还要跑进去 特别跟你同台 然后跟你蹭 我觉得这不是切割的问题耶 是黄杰本来他找了人 他找的时间点 就不是一个干时事的啊 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 而且哪有人半夜三点十分 去跟你同台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说跟切割有关哦 我觉得倒不至于啦 因为毕竟黄杰还是我们西票机嘛 但各位我要讲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 刚才千文姐说我骂完一轮 没有 我还有round two round three round four 好不好 还没完的好不好 各位三点十分哦 你知道这个时间点 妙是要在哪里吗 哪里 千文姐你觉得你 白天已经累了一整天了 淹水一整天 清完一整天了 你三点十分在干嘛 我可能已经不小心睡着了 对啊 你在睡觉啊 对 大家都在睡觉啊 那你为什么要选 在睡觉的时候看灾 那只有两件事情吗 第一个啦 见光使 白天见不得人 我也不懂 他头三天 为什么一定要半夜看灾 再第二个嘛 没有正常的一般人嘛 你知道什么叫 没有正常一般人吗 你今天半夜三点十分 要跑出去外面 要看灾 你知道那个要干嘛吗 你要先联系好 约好了嘛 这sell嘛 你没有sell好 你怎么有办法去看 对 你一定是打给特定的里长 装脚 还要陪你耶 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状况啊 我今天去看一下好不好 里长说 啊好啊 我没有带你去的 他说啊 你有认识的实验 还带一两个啦 把我们都 赞声一下啦 不然现在大家都给我闭啦 说我出国啦 你都没问题啦 所以他约一个时间点 除了嘛 他绝对不是随机走在路上 然后临时就有状况剧 然后可以去拍嘛 因为你如果随机走在状况 你知道白天黄姐如果 第一时间啊 没有瞧好直接出去的话 啊如果人家正在焉呢 人家如果真的生气对你破口大嘛 因为你知道黄姐他还干嘛嘛 还拍影片 他第一支是先拍影片 他还有时间剪影影片 那摆明就是作秀摆拍嘛 再来我刚才讲说鞋子干干净净的 各位你不要举我开玩笑 你在高雄哦 你现在走在路上 你真的认真走一个小时哦 鞋子都会脏 会会 黄姐两天鞋子都很干净嘛 这代表他就是到自己指定的定点 然后拍完之后就走人了嘛 对不对 再来啦他讲说 哎呀一定有人要来攻击我了 要说什么同媒跟蓝媒 你看他就提前扣帽子嘛 所以我就讲我才懒得理他了耶 因为高雄人自己去评价他嘛 对不对他就故意先提前给你扣一个帽子 所以你只要骂我 你就是蓝媒统媒哦 各位有这种逻辑哦 那再来第五件事情 那个网军的问题 我是不知道谁到底吃饱那么闲啊 因为在我看来 这些人都是充满真心诚意的在鼓励黄姐啊 只是说字句都重复而已啊 你觉得真的会有一个人无聊到说 为了要攻击黄姐 然后我不骂他 然后我还要去称赞他 然后称赞完之后呢 我再刻意被抓包 被抓包完之后呢 然后再说黄姐买网军 不是啊那我给你讲 那有一个更简单的操作方式 你就发动一堆网军去把他骂死就好了 谁吃饱那么闲啊 没有你跟我讲 谁有这么无聊的余力还要去管你啊 怎么可能嘛 想也知道嘛 再来第六点 黄姐他逻辑的一个问题点 你知道出现在哪里吗 他说因为我是英雄 那我跟你讲哦 你如果是英雄对不对 那许巧新就是天杀的超级大英雄 因为他说我被攻击四天 对 许巧新 我是英雄所以我被攻击四天 那我跟你讲 你知道许巧新被攻击多久了 三个月 单位跟你不一样 不是公尺喔各位不要搞错喔 不是14公尺喔 三个月 你被打个三天 就在那边爱提叫母 说人家泼你脏水 那你知道谁真的被泼脏水吗 你的灾民 你的灾民家里都是脏水 全部都是灾水 你们高雄市民一堆人全部身上 车子房子路边都是脏水 所以你还需要被泼啊 那代表你可能不够接地气 代表你根本没有实际走下去 你如果实际走下去的话 你应该是满身淤泥的 你应该是跟那些灾民一样 孔丹共苦的 如同邱志伟 如同赖瑞隆 如同林黛化 如同邱毅寅 如同其他这些你民进党 八仙过海的另外七尊 另外七仙 他们都是在第一时间 我都有看哦 脸书直播的直播 PO影片的PO影片 第一时间风雨还很大的时候 就冲到现场去了啦 好不好 那个才叫做会被泼脏水 满身脏水 那再来 如果照你这个逻辑哦 那徐晓芯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人 他应该要选总统了 所以你看黄杰的说法 根本前后都不容 因为我之前很常跟他上通告你知道吗 就一直骂徐晓芯嘛 照三餐骂嘛 他靠徐晓芯至少赚十万块以上嘛 至少录了三十几以上嘛 每一集都在骂徐晓芯 我跟你讲真的 他去了媒体 每一家就是骂徐晓芯 骂徐晓芯 骂徐晓芯 他就整 因为他也没办法监督賴清德 所以前一阵子这三个月 黄杰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徐晓芯 但你那个时候 所以你心中他是一个大英雄嘛 你心中他是全台湾最重要的人物 很重要 那不是嘛 那你到时候又会双标啦 说是不一样啊 我就是英雄啊 徐晓芯就是该骂啊 那都会都你在讲啊 对不对 话都你在讲 但我讲这一次喔 他问我是为啥要那么急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骂喔 你觉得黄杰会不会急 不会 那黄杰在急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賴清德到现场的时候 你人不在嘛 因为原本是要去古山齐岩的嘛 结果你人不在都跑到美农去了嘛 你闯祸了吧 现在才会干 你以为他理我们喔 他理都不理 他唯一怕的是谁 就赖总统嘛 你就干做措施了齁 知道他悔改 然后不然你以为他会洗心革面喔 还乖乖给我们这样洗脸三天四天 他理都不理你 他如果不是賴清德去 他继续在国外 他理都不理你 因为你仔细听他第一时间讲话 他说什么 说我以后排行程会更加注意 因为我这个行程的关系 但代表一件事情喔各位 他认为他把他现在的行程乱完 比回到高雄看灾来得更重要 所以他选择了把行程乱完 他唯一道歉是说我行程没排好 但遇到了行程跟看灾 他优先选行程 这才最重要的喔 他的内心里面行程比看灾重要 而且是賴清德来了之后 他才赶快跑回来喔 那我最后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的啦 我只是想问问看我们的英雄黄杰 你从哪里凯旋归来 你是英雄 他到底去哪里啊 你从哪里凯旋归来 那你的战功是什么 跟大家讲一下 他很想知道嘛 你说柯志恩 柯志恩跟你讲我就是去欧洲啊 我做国会外交很重要啊 人家讲了嘛 对不对 你说谢一锋 谢一锋说没有啊 我人家在选区啊 对啊他在看灾 那没关系嘛 英雄 已经好多天了 赶快跟大家报告 你到底去哪里凯旋回来 干什么鬼事情嘛 讲都不敢讲 英雄说啊 都是国民党啦 国民党为了要帮颜坏 跟高宏安转移焦点 所以才会攻击他 那这个林涛 桃源市议员 好就点出了三大漏洞 说一 大家质疑黄杰不在高雄的时候 司法判决也还没有出来哦 所以他这个讲这个不通 所以就没有转移焦点的问题 第二 黄杰脸书一再称团队 闪躲自己不在高雄的事实 但他去哪了呢 如果是邻近国家被奖 还不回国吗 是觉得自己太稳 还是根本不在乎市民呢 第三 黄杰给予点名其他因公出国的不分区立委 但为什么要用其他里长辛苦救灾图片 如果是为了圆谎而倒图 那也太丢脸了吧 兵哥 其实正本来是一件小事 小事啊 我一直觉得他出国就出国嘛 对啊 出去玩就出去玩 这根本没什么了不得的事 但是黄杰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问题的症结点在什么地方 问题的症结点在于 你明明不在国内 你要劝 装得像国内在国内 假装你好像也在贪灾 假装你好像跟选民都在一起 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因为 他被抓爆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选民开始会质疑他了 所以他现在才紧张 才会拼命不断的发文 想要扭转想要把自己洗白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何必呢 就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你的选民都很支持你 这些大哥都 那个怕婆娃都怕到黑千 那你紧张什么 你也不用发了 你的选民支持你就好啦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干嘛晚上半夜急的睡不着就好 拼命在发 你有毛病了 对不对 反正我们也不会投给你 我也不是你选区选民 对不对 你跟我们讲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 黄杰这次真的慌了 我觉得他慌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捅了大楼子 那 旺哲他们会讲说 没有其他人会帮他 我想不透为什么有人要帮他 不需要啊 帮他干嘛 对 大家第一个现在 大家的选区都很忙 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 我也没空理你 那再来你自己捅个楼子 你自己弄啊 那这两天后 我还看到有媒体最好笑 有媒体来说 黄杰本来是选高雄 2026市长的大热门 大热门啊 我觉得那个媒体根本就是 故意在弄他 怎么可能是他 你疯了吗 你是把林黛化把 这个赖瑞龙啊 许志杰啊 把我们放在哪里啊 他才刚选上第一任立委 就直接跑去选市长 他才刚加入民进党没多久啊 所以你要这样玩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媒体 是故意踢他一脚 就是故意弄他 要大家小心提防这个 黄贼喔 这个贼喔 随时可能会 会搞事喔 你们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他骑在你们头上 所以我觉得 他是乌漏偏逢裂月雨啊 现在就被人家去弄 被弄刚好而已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以他的选区 他也 他说真的也不用那么紧张 是喔 因为他的选区始终的很 会挺他 一定会挺他 老实讲 这次就算他真的捅了这个楼子 下次会不 这些人会因为这样不投票支持他吗 当然不会 不会啊 还是会去支持啊 所以他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那我是很好奇啦 就是那一个 假装越南人的 这个账号 一直不断的去刷 去刷 这个到底是谁 什么意义我也很想知道 黄贼可以去提告啊 去查啊 看看到底是谁啊 我也很想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要去思考的就是 当一个人每天在做这么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务正业 然后每天像个贼一样弄来弄去 可是为什么选兵还是如此坚定的支持他 特别是今天美玉岛电子报 对 说整个赖兴德制度全面回升喔 是 不满意度还有不信任度都继续降低喔 然后民进党的满意度是高过不满意度的 对 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你知道 那台湾如果真的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哎才刚下 刚一场大天灾 结果台湾人居然更支持民进党 那这就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 这有什么好讲的 这就是台湾人要的幸福城市啊 对不对 就是虽然我不是很幸福 但是我够坚强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坚强的高雄人 这样就好 是这样吗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哀 因为民进党就吃定你了 因为你们这些250 就是不管他在做什么 你都要投给他 那就是让民进党躺着干 不然怎么样 好 不过因为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这个王毅川 他在这个电视节目上 直接说1400毫米 他讲这个雨量有多大在茂林 你知道有多少吗 他问主持人 14公尺 就1400毫米意思就是14公尺 那网友当然炸了 你硬要这样算也不是14啊 好吧 1.4公尺才对 有网友就说 益川哥就是胖版的于北城 还有脑量和法量是一样 还有偶川不是浪得虚名 好 川哥说1400毫米 就14公尺哪里错了 14公尺可以淹掉三分之一的台湾了吧 好 只是 因为我们都在想说 他是不是mm毫米和m公尺 搞不太清楚 还是说他觉得度量单位 可以这样随便乱换吗 董哥 因为他是土木博士也太大 我不懂 土木这个应该是很精准 就是说你那个对度量衡 这些东西是很精准 而且我那时候看的 他是插嘴 本来不是他讲话 他是插嘴 他插嘴 对 他插嘴 硬要讲 好像你旁边那个女性的名语 你不懂 我告诉你他有多酸 对 那这个 这个就当然就出了皮肉 那我觉得说 对民党的支持者 或者王毅川的那些粉丝 没差啦 不太在意啦 就是说你 因为他的 他臭号也不怕多嘛 龙川是一个 靠杯哥是一个嘛 对不对 那到时候又有一个 什么样的臭号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也无所谓 他们这些人虽然讲了很多违背 外面的常识 包括以北城 可是大家也不觉得说 他们就很讨厌 反而很多人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说 王毅川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这样 因为他以前在台中当交通局长时候 不是这样的 那他觉得说 我就讲错 对 或者我扮演 我是沟川那种很讨喜啊 让自己成为三宝 通告也不断 然后我还有粉丝啊 所以他们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回来 从他那时候被提名不分期 然后不在安全名单的时候 他的那些伙伴替他设计 抢救益川大面 以后才开始嘛 就把他弄成一个 比较苦手 比较好玩的人 那他的角色就开始变了 好变了他就很多事情 就匪夷所思 比如说他到法院要出庭 然后被媒体跟着 就说有人跟踪他 那他还 还出动警察级 大家想说 哇他是不是被人家跟下 不是嘛 那其实有时候看 民进党现在他的这些名嘴 所谓的名嘴 他们其实慢慢在走向这样的续剧化 邪心 对 那就会自己牵了一堆粉丝 这堆粉丝在他们漏烂的时候 或者讲错的时候 会出来替他严谎 或者说我们继续支持你 我们 你讲错了没关系 我们拍到手都痛都没关系 黑青都没关系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 整个 我们等于说这个圈子里面 最悲哀的事情 因为我们做这么久了 就是大家能够就真理 就是非 就事实来讲 这东西才有讨论空间 譬如说我们过去监督 最像马航九时代 我们继续监 并没有因为怎么样 那马团队有些人 他不一定谅解你 你跟马总统不臭啊 那就事实来讲啊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也可以讲 莫拉克风灾就是水 有史以来最大怎么办 下到这里就这样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们要批评你很多东西 是没有做得很周全的 那这东西 可是那时候莫拉克淹出来的时候 你看 屏东的钟嘉宾副县长 是怎么骂马英九 都没有人来救 对不对 他屏东完全没有责任 那高雄更不用讲 高雄是完全 要中央负全责 就可以看到了 那你所有地方政府的情况 是这个态度的话 今天我们看这件事情最简单的 地方是通通民进党在执政 中央也是民进党在执政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 现在只好怪老天爷 哎呀 怡太大了 对不对 那潮汐也来了 那所有的都要这样怪的话 那就不公 就没有是非了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是这些年来 你们是花台湾最多钱来治水的 钱花哪里去 告诉老百姓 刚刚讲到这个王毅川 他说14 1400毫米等于14公尺 对不对 那无独有偶真的是歌良好 从这个公尺歌到公里歌 好来看到这是于北城 好于北城呢 他说乌克兰的地涅薄河长 10万公里 我的天哪 好不好 赶快来科普一下 这个政客爽说 于北城呢 说乌克兰地涅薄河长 12万公里 提供一下冷知识 地涅薄河长 2200公里 12万公里的话 可以绕地球三圈 所以于北城根本是外星人 跟我们活在不同维度的世界 至于王毅川说 1400毫米是14公尺 这边也提供冷知识 14公尺是1400公分 姚明身高229公分 也就是6个姚明这么高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14公尺有多高 好 根据2024 五月香港举办过 这个12人爬14公尺高塔 抢包山大赛 当地广播节目讨论过 大概五层楼这么高 所以太神了 高雄雨量有五层楼这么高 到现在还没事 不能用奇迹来讲 根本就是神机 好 那当然他们也有做图 说 乌克兰的地面薄河长 12万公里 于北城这么说 那事实上 地球的赤道 也才4万公里 所以这个 包括旅理师 就直接说 小家长说 当他的老师真可怜 真的想要一头撞死 栗正杰将军说 于北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于北城 大家没有笑话可以听 也会觉得很遗憾 但是于北城还真是呼应了他自己 因为他之前就有在讲 他说电视前不能乱讲吗 有多少名嘴都在乱讲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事实上 新党的副发言人尤志斌 发起罢免于北城 第一阶段已经达标了 这个已经超过了3600份 所以他们强调 会在最佳时机送到 桃圆市选局委员会 但是我知道 因为在桃圆选区 还有选制的问题 其实要罢免于北城 这个难度极高 非常高 几乎不可能 兵哥 于北城这个罢免 我之前就讲过了 就是他会不会被罢免 是要取决于他自己 而不是别人 因为要被罢免 我们仇恨值就要很高 不然的话 他的罢免 罢免他的难度 比基隆市长还高 所以他给自己 一直不断天才火 因为他要到9万票 将近9万票才能够被罢免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高难度的罢免 可是 问题是于北城 自己知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 所以你看他最近 他的脸书 不像以前一样 每天都在讲鬼故事 他现在呢 开始每天在贴自己去哪里 那个勘灾也好啊 或是帮忙做哪一些东西也好 他开始在po这些东西 会怕 会怕就好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最重要的 还是要让这些人 回归到选民当初对他的托付 选民投票给你 就是希望你去帮他们做事情 所以你愿意回归去做一点 真正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也鼓励他继续这样做 那能不能罢免掉 就看他接下来 会不会有这些奇葩言论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他最近这种奇葩言论比较少 他已经相对比较谨言盛行 这些都是他过去讲的 12万公里这都是他过去讲的 只是我觉得他犯这个错误 应该是12万平方公里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流域面积 应该只是他 他不知道什么叫平方公里 跟公里的差别 所以就12万公里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就是 因为余北辰常常固定上某一些绿营的节目 我每次都很想去找 就是当余北辰这样讲的时候 这些主持人或旁边的来宾听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反应吗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像董哥如果我这样讲 你在我旁边听你应该靠我一眼 你觉得这叫做起笑还是怎样 对 可是我看 我常看他们那来宾好像都无动于衷 有啦 电视台把王毅川的那支片子下掉了 下掉了 现在终于下掉了 我们有诱图 对 我跟你讲 因为已经有人高级NCC了 是啊 现在要比到中间了 是啊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错误嘛 这个应该要裁罚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当时的来宾 都不会有什么反应吗 其实我偷偷问过 跟他一起上节目的来宾 他说其实余北辰在讲话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听 你有在听 从来没有在听 才会没反应 对就是根本不知道他讲的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训练到 你大家当早会被他吓坏 因为他到底在胡说八道 那些什么东西 而且他不是一次两次 他除了讲 地面博12万公里之外 他说乌克兰 你知道他把乌克兰 当成一个正方形来算 你知道 他说乌克兰面积是20万乘以30万 公里 然后他说20万乘以30万 最可怕的就是他这样讲完之后 他得到的结论是60万 怎么算的啊 20万乘以30万 为什么是60万 你到底是怎么成的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那个叫600亿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拿到将军也是一个奇葩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拿到将军 其实有余北成一直在讲说 他的声量越大解放军就会害怕 因为那个大陆就会胆寒 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量如果越大的话 解放军真的会胆寒 因为怕直接笑到死掉 没有失去战力 而且如果解放军真的误解到全台湾的将军都像余北成一样 那还得了 我看解放军现在立刻就会入侵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挡得住他 因为我们觉得一群 根本不是余北成 根本是余北成 所以这还得了 那王毅川我就真的无法理解 因为王毅川的台大土木博士是真的 那是真的 他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得出来14公尺这个结论 一个基本有概念的 你也知道14公尺有多高啊 你想想看你知道 如果高雄真的淹了这么大的水 就跟你讲五层楼嘛 我跟你讲 如果那天高雄真的下了这么大的雨 你知道现场所有的记者都在咕噜咕噜 你知道因为全部淹在水里啊 大家都不用报道了 全部都被淹掉高雄已经不见了 就这样子啊 只剩几栋高楼还浮在海面上 其他全部都消失了 这一种没有尝试的话 我也很纳闷 我们的雅琴姐怎么听了也没有反应 他有说哦天啊好像这样 哈哈哈真的啦 他哦天啊下面应该讲说 你别说啦 这样才比较合理吧 怎么可能吗 这听就知道是胡扯的东西嘛 怎么还能够把节目做完 我也很厉害 所以我真的觉得啦 其实 他们喜欢乱讲话没有关系 可是有一些这种乱讲话 真的会教坏小朋友 会误导很厉害 你要知道昨天 礼拜六的时候 我来你们这边录影 对 你们有小小主播影嘛 所以有小朋友 对 他居然有看政论节目 然后还还要跟我合照 我不是说我 我什么受欢迎这样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当场 他们会看 我当场直接跟小朋友讲说 你们年纪还小 不要看这些东西 我每天都在骂人 没什么好看 那你要知道小朋友都会看这些东西 他们会看现在很早熟 1400公里等于14公尺怎么办 万一他真的相信有一条河里 有12万公里长怎么办 对啊 这不是开玩笑了 所以赶快导正吧 至少王一川出来道个歉吧 道个歉很难嘛 修正一下啦 像我刚刚有去黄杰脸书看 他之前不是指控 卸一凤他们什么出国吗 马文君 那边他把它偷偷删掉 对啊 我觉得你好歹 你既然写错了 好歹也跟人家道个歉吧 因为人家卸一凤 确实没有出国 对 人家是在堪灾啊 如果连这种基本的道德 都没有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怎么样当个人 好我们来看到 因为高雄市长 新竹市长高鸿安 涉嫌诈领助理废案 那么被台北地方法院 以贪污治罪条例 判高鸿安七年四个月的徒刑 齿夺公权四年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 公卫文 这个是王宇文 也就是他的助理 唯一为不认罪的 他在这个判决出来的之后 因为我们来看 公卫文他自己也被判两年徒刑 缓刑五年 那他在被判决之后 写下了签字文 直指人比鬼可怕 那么同时呢 他其实在一月份 这个公卫文就已经有发长文了 里面的提到这些片段 其实我当时还有点印象 他指出当时的状况 我的辩护律师 后来为我厘清一些症结点 但检察官反而更大声的反驳 甚至激动说出 我们不要录影了 我们不要录影了 这时候我的律师连忙说 没关系 不用 请继续录影 那么之后我们继续针对案件的本身讨论 但检察官就非常坚持 而且表示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 其他人都认了 只剩下看我要不要认而已 我的律师有点半无奈 也半赌气的说 既然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决定起诉是上级的意思吗 没有想到检察官居然理直气壮的回答 对 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红安 一定要起诉你们这些助理 王宇文表示 这句话我真的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当下真的觉得好荒谬 我是杀人放火 出卖国家贩卖军口 还是涉入军舰弊案 或是轻负政权了吗 原来不用管事情真相 就为了高红安 要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助理都牵进去 那我多说什么都无意 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上面已经指示了 他里面还提到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还专门买了一杯美式咖啡 请热情拜访我们办公室 而现在专门在政论节目 黑我们的某评论员喝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人比鬼更可怕 我们看到王宏威委员 直接就翻出来 光是高红安案 就有四位司法人员升官禁绝 官运亨通 他说司法权一旦去为执政者追杀政敌 在野党公信力只会荡然无存 为党办事关于亨通 不顺党义拔权贬官 哪些人呢 包括我们看到郑明谦 之前从北监检察长 现在是法务部长 卢慧山检察官 现在也是高升新北地检署 主任检察官 许慈健 从副主任升到科长 廖建杰 从台北地医院到台中高等法院 所以这个这么直白 已经这么赤裸裸了 就是要弄死高红安 宇轩 第一件事 他说某评论员喝咖啡 各位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去过华王办公室 跟我没关系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当中 出现出王玉文这个人 因为他也是台大毕业的 工卫系的 工卫文 他真的是政坛小白兔 我坦白讲 因为他治理行间里面 所阐述的很多东西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政坛怎么这么黑暗 这个社会县 怎么会这样子 不知道 就没办法 政治就是长这样子 你不能再期待更多了 对不对 政治就是这样 那我反而好奇的就是说 因为今天王玉文 他以一个台大工卫系毕业 结果他去高红安办公室 他一个月有看到那个薪水 我都吓一跳 他在领4万2吧 4万6吧 很少 很少 我们这边很多记者 都领的比他还好 我们这边还是网路电视台 对不对 电视以前在 我们还有 没被下架之前那个 都全部不胜枚局 都比他还多 那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王玉文年纪也比我大 他大我好几届 那结果他去当那个助理 然后只拿了这点钱 然后后来看到他的贪污金额 然后好像400块600块吧 466 466 就硬兜出来的 就是硬兜出来的 硬兜的 因为他那时候有跟检察官解释过 跟检察官跟法官都有解释过 就是说 他还包括含健保不含健保的问题 所以他4万2不一定是实领 可能当中有差几百块 少几百块 然后检察官的意思是说 你在做账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差比如说 我因为健保费跟劳保费的关系 比如说千万姐我们讲说 我薪水5万8 我薪水6万2 那请问一下你的薪资账户 所得波剑的时候真的是6万2吗 不是 他可能是619XX或者是620XX 就是那个劳健保X的东西 结果检察官跟法官把那个东西抓出来 说不行 你这个就叫福报 所以我要给你判刑2年 还刑5年 这什么意思啊 但你说就正常的逻辑来讲的话 你会百事不得其解啊 这到底在搞什么 这哪算什么贪污啊 你今天要办高盎安 我想高盎安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讨论 因为高盎安是不是有洗头买东西搞一些有的没的嘛 他有一大堆有的没的嘛 很小我知道 但是有嘛 但王英文今天完全没有啊 是啊 所以他当然觉得莫名其妙嘛 但你也不用莫名其妙 为什么 因为有句话他讲错了 我是有杀人放火吗 没有 你有出卖国家吗 没有 你有贩卖军火吗 没有 射入军舰弊案吗 也没有 或是颠覆政权吗 对颠覆政权 你讲错了 你颠覆政权了 你们如果不要去显新竹市 把林志坚 就通通都没事 谁理你啊 谁理你嘛 今天你们做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颠覆了蔡英文的爱将的政权 那你把林志坚颠覆了 郑运鹏也落选了 沈慧弘也落选了 郑文燦他也挂了嘛 如果原本各位 我讲这个都是连环爆 我其实百事不得其的说 为什么一定要至高安于死定动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高安是没有赖心得的 我再讲一次 没有高安是没有赖心得的 我现在举例给你听嘛 林志坚选上了 或者是说林志坚被换掉 郑运鹏选上了 桃园保住了 新竹市沈慧弘也保住了 那请问一下 桃园新竹 遇到这么大的风波 最后他也保住了 那个时候苏貞昌有讲 吴纳尊要让我来选总统 苏貞昌讲的啊 这种人这样可以选总统 那你觉得蔡英文会让他选 还是让赖心得选 再搞一次我跟你讲 所以高安是 让赖心得成全他的一个恩人 然后往死一打 但他确实是颠覆政权 因为这整个案件发动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你要把时间往回推 从检调那个时候 都是哪一个政府在追杀他 其实从蔡英文开始追杀他嘛 那我跟你讲 那现在法官为什么这样判 那理由很简单啊 你看一下下面这些人 王文威讲的没错啊 官运坑通啊 因为各位你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检察官各地 我跟你保证 烽火片起 法官绝对都完全 每一个都给他判下去 大家会揣摩上意嘛 大开杀戒 大家会揣摩上意 就是说 我现在知道要怎么样升官了嘛 这个pattern已经出来了嘛 那是不是如同 王玉文讲的 哎呀我律师很无奈 起诉是上级的意思嘛 我跟你讲喔 这个上级指的是 那个时间点指的是谁 那个时间点指的是蔡英文嘛 因为王玉文这是很早以前发的嘛 他讲这些话是蔡英文嘛 但现在这个是不是 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不是喔 现在这个是赖心得喔 就是从郑文燦事件之后 这些法界人士 分辨观察到一个重点嘛 我只要办大案 政治性大案 我就能够鸡犬升天 办下去了 反正我地方法院啊 各位无所谓的 高院还会在审 所以这个不是最终定验啊 他不用负权责任啊 他内心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嘛 反正你是在上塑教啦 你又没差 对不对 所以当然会继续这样判下去嘛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喔 检掉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理解嘛 郑明谦嘛 就带心得的人嘛 那法院是怎么回事啊 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 不是还跟高等法院 一来一往的 对不对 台北高等法院跟桃园地方法院 两个在那边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 很奇怪啊 那我就讲一个重点好不好 法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宪法法庭 你不要忘了 大法官都是这些人的长官喔 司法院他是一脉相承的喔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Kids Low Your 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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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